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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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出來了 我們今天又做些完全沒有成本效益的東西了 我們的成本效益越來越低 之前那些東西都是10元 20元 30元 但都是虧本 這次我們做的呢 直到5元 6元 都要自己在家製不給人賺 就是呢 腸粉 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 究竟呢 怎樣可以在家製作腸粉 看看做出來像不像 首先呢 要先準備一些東西 材料呢 就在這裡 首先要準備 就是蝦米 當然如果你不是做蝦米 蔥花的腸粉 你就不用準備蝦米 你是準備自己夾進去那堆東西 首先用暖水 先浸蝦米 讓它浸軟一點 之後呢 就可以拿去切粒 那我們呢 這次呢 應該會做到8條腸粉 所以呢 一堆堆堆的蝦米 應該就夠8條的了 那就切粒啦 不要切那麼大粒啦 因為那個腸粉很薄的 如果你太大粒呢 你會叉爆它 好 切碎它 那如果你買到漂亮一點的蝦米呢 就更加好 這個不是很漂亮 那腸粉呢 其實是 是幾複雜的 裡面牽涉的東西 那個粉漿呢 其實有很多隻粉的 你呢 最好呢 就找到回來 因為呢 如果不是呢 就不像的 那個味道會很怪的 因為很多年之前我自己都做過 然後做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 Not good 然後就放棄了 然後直到呢 找到一個比較好的食譜 那我才慢慢明白 究竟那些 粉 那個作用是什麼 以及它的構造究竟是怎樣 腸粉呢 其實是用米做的 所以呢 你需要呢 沾米粉 第一樣是沾米粉 之後呢 就要其他粉 令到呢 那個米 沾米粉的特性呢 減少少 那如果有一些漂亮的腸粉泡呢 它是呢 用米呢 直接磨成米漿 然後做腸粉 那當然那個米的味道會香些啦 還有可以選擇喜歡的米 因為你知道米粉你買回來 你不能選擇的嘛 如果呢 你想做叉燒腸呢 你可以呢 用我們呢 自己做的叉燒 那跟著呢 就可以看呢 現在你們的右上角 那就會有呢 自己在家做叉燒的影片 至於牛肉腸呢 我就完全不了 因為牛肉腸裡面有玄勢 之後呢 到蔥 你先洗乾淨它先啦 那我們呢 只要綠色的部分 那那些白色的部分 你用來做其他東西 好 切米蔥 那要準備的東西呢 就準備好了 到我們呢 真正認真呢 做個腸粉漿的部分 那剛剛都說了 首先呢 要有我們的主角 尖米粉 尖米粉呢 就是 用米做出來的粉 那呢 跟糯米粉有不同的 通常呢 兩樣東西呢 是互相配合的 但是這次呢 我們呢 純粹呢 尖米粉就可以了 我們呢 需要呢 60g的尖米粉 那尖米粉的特性呢 就是 它不是糯米粉那麼黏 軟軟的 有一點點黏的 就是沒有糯米粉那麼黏 但是它還是呢 有一點點黏的 所以呢 如果你純粹用尖米粉呢 你也可以做到腸粉出來的 但是那個口感呢 會很 之後呢 就到這個的粟粉 粟粉呢 就是為了可以 減少糯米粉的份量 而產生的東西 那我們呢 就要20g的粟粉 不錯 粟粉是沒有特性的 所以有時候呢 很多時候你想把那個粉的特性減了 就會加粟粉下去 就是你麵粉 你想不想它那麼起那麼多筋 你就會減加粟粉 然後這個粟米粉 你又不想它那麼黏 你又會加粟粉 總之粟粉呢 就是用來減走那些粉的特性 但是呢 又不用減走水粉 之後呢 就來到另外一樣 另外一樣呢 就是呢 燉麵粉 那其實它就是 一些 叫做 類似麵筋的東西 不是 就是上次麵筋呢 洗完之後呢 就會產生這些麵粉 那 燉麵粉的特性呢 就是令那個東西 煙韌一點 彈一點 那你吃下去呢 那個腸粉就會爽一點 但是不用那麼多的 少少就可以了 10g 少少鹽 油呢 要10g 這樣讓它滑一點 之後呢 要一大堆水 那是多少呢 2005 2006 你看情況吧 因為呢 你蒸了第一次之後呢 你可以回到頭的 其實 你可以 如果覺得太硬呢 你就可以加一點點水 因為一隻粉 吸水都不一樣 水很難用力 攪拌的 這樣攪拌就均勻了 沒什麼特別的 你喜歡就可以過篩 你不喜歡就 攪拌 那很快呢 我們這個 腸粉的漿呢 就搞定了 那就熬水等蒸 蒸 那蒸的過程呢 其實很快 但是呢 你首先呢 必須要有一件事呢 你要準備好的 就是一個呢 盡可能大的盤 你蒸到幾大 你這個盤你就買幾大 那就最好了 那你說要給那些什麼布啊 那些呢 這次我這個呢 就沒用的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怎樣找到那塊布 得來我又要相信它很乾淨 放進口吃 所以我就直接skip了 放棄了 順便呢 我們測試一下 可不可以用牛油紙呢 來代替那塊布 令到呢 容易點起出來 那我們呢 跟著那個盤 先把牛油紙弄一收 因為 如果它不平呢 那些腸粉漿會流得不好 把牛油紙弄濕了 然後黏了下去了 好 那我們先放蝦米的 這次 應該 一定會成功 所以不怕了 沖 留一個開頭位 不要捲進去 加水 加漿 再多加一點點 好 那加到整個面平了 那就可以蓋上蓋了 蒸它大概 三分鐘左右 但第一轉會來一點點 之後盤熱了很快 好,時間到 我們放好彈,已經迎接我們的腸粉 把腸粉拿出來 之後呢,撩起那塊牛油紙 慢慢 掉它出來 用牛油紙的幫助之下把它捲起來 完成 不錯不錯 下一條 這次我們試一下不放牛油紙 好嗎 這些是... 陳川粉 故意的 一搶兩吃 好,先加點油 再加均勻 繼續加我們的粉瓶 沒有加牛油紙,確實是容易鋪平的 蝦米、蔥 放進去再蒸焗 又等,稍後再回來 在做這個腸粉的同時 你可以準備定,待會那個甜豉油 比例很簡單 一份水,一份豉油 三份之一份糖 混合起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煮得多 最好煮一煮 讓糖更容易溶 但我們這次這麼少 就沒什麼所謂 所以直接把這三份東西混合就可以了 記住,要用熟了的水 因為我們那個豉油是直接點的 所以你要用一些已經煮過的水 水 豉油 還有呢,三份之一份的糖 攪拌均勻 這樣就放在一邊就可以了 我們繼續用我們的腸粉之旅 現在才做到第二條 好,刮出來 這次要用刮來幫助一下 因為它會黏著 如果太黏了,你就可以 加多一點點的油 在盤子裡 我覺得可以厚一點 因為我們這些料太多 攪拌均勻 倒下去 攪拌均勻 其實你看到它蒸到半透明 其實就可以拿起來了 現在一分多鐘是蒸熟的 拿出來 是不是很沒有成本效益 我們都攪拌了三四個字 才是做這幾元雞貨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應該包一些高級的材料 例如 鵝牛 鵝肝腸 那你就可以 令這件事變得有效率 又或者你這樣 假裝是大陸的那些 什麼村粉 第三條 不錯不錯不錯 三條可以 如此類推 我覺得夠做四條至五條 如果這個厚度 因為第一條厚了 還有我們第一條浪費了少少材料 奸商的要缺就是 把頂上材料 這樣就會只有表面有 然後裡面中間完全沒有材料 我們遲些有錢 就塗個腸粉蒸櫃回來 可以放在爐上 一個好像櫃桶那樣的東西 下面你煲水 然後蒸上來 一個個櫃桶可以燙出來做腸粉 我見過有人買 不要跟我說這些東西不是淘寶 你去買個美國製造的腸粉櫃來看看 還沒弄均 我還買了甜醬麻醬 但好像以這個味道來計 只是豉油會好吃 甜醬麻醬 不是很配合蝦米腸 好 行了 好像太薄了 太薄是會災難的 我特意示範給你看 太薄是不行的 太薄就會像我現在這樣 特意的 黏底的更多 那條腸 如果你弄得太薄 就會像我現在這樣 明白嗎 各位家庭觀眾 不要緊的 錯的都可以吃的 看你鏡頭向哪邊 你看 沒問題的 OK的 那這幾條成功了 那我們切開它 這樣 切不切呢 切都切了 算了 好 拿一隻碟裝起來 樣子衰的放在底 全部樣子衰就全部放在底 大檸諾 靚的擺臉 你看 多漂亮 那我們示範了 最後一個版本 有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腸粉 不是一條 是一柱一柱 好像炒炒地 那其實那些做起來 做法是一樣的 差不多 那首先呢 它們就是 照樣像做腸粉一樣 照樣放些粉漿 然後可能有時候 會放蛋 或者放些肉碎 那樣的 如果我們是這樣 正方形盤 我們就中間這樣切開它 那就可以做到兩柱 之後呢 用刮出來 這樣刮 這樣 刮 刮 刮 如果厚一點的話 它就會成為一柱的東西 這邊也是 這樣刮 刮 刮出來 那這柱呢 就是你看到 平時那些 叫什麼陳川粉 那些 那樣的東西 加上我們的醬油 那就可以 完成了 甜醬麻醬 又不是很適合蝦米腸 這個醬油 這樣嗎 那這隻醬油 那這隻醬油 很漂亮 就完成了 今天我們要來試試看 這個醬油 很漂亮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這隻醬油 很漂亮 那些蝦米會太硬 記得放兩三個小時去泡 麻醬一半 可以再香一點 聽說好吃的麻醬 是要用豬油混合出來的 還有現在很多麻醬 其實都是花生醬 騙小的 因為麻醬比花生醬更貴 所以很多店舖都是 混合起花生醬 在裝芝麻醬 味道就差很遠 如果你覺得哪裏有些正的醬 那你記得告訴我 讓我去買一下試試看 就是這樣了 今集來到這裏 記得Like Facebook Follow Instagram 訂閱 喜歡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但其實我發現 我說了這麼多次 我的Instagram 都是超級悲哀的人數 好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嘉宴呢 南下來到這裏 大灣區